爆出群聚感染的臺北市 環南市場 今天進行了 第二次的大規模PCR篩檢 造冊人數三千三百人 截至下午兩點為止 已經篩檢了兩千四百二十二人 而環南市場這一次大規模的PCR篩檢 已經驗出了一例陽性 不是痰傷 而是環南的工作人員 臺北市環南市場 第二度進行大規模PCR篩檢 造冊人數三千三百人 負責篩檢的亞東醫院 一大早六點就進出現場 出動了五十五位醫護人員 分成掛號 引導以及採檢三個組別 力求動線順暢 到八點半左右 已經採檢了一千兩百位 第一批的檢體報告裡面 一百位的報告都是陰性 實際上第一批已經出來了 那陸陸續續我們還會有後面的報告 我們目前大概收集到五百個 檢體的時候我們就送回去 那第二批的檢體也在八點的時候 送回到醫院 因為疫情三級警戒環南市場 每週四是休市日 不少攤商及市場相關人員 一早就抵達環南市場 一登記名測分類進場篩檢 臺北市長柯溫哲則在九點四十五分 抵達現場視察 副市長黃珊珊 環南市場自治會長 林盛東都在場陪通 八號臺北市新增本土確診十二例 環南市場這一波PCR篩檢 也讓臺北市的確診數再添一粒 今天早上從六點半一直到下午兩點 已經篩檢了兩千四百二十二例 那到現在為止還在跑PCR的檢測 不過已經有發現一位是陽性的 但是他並不是裡面的攤商 是外面的一個工作人員 一整天的篩檢 截至下午兩點為止 篩了兩千四百二十二人 為了健全攤商們的資料系統 同時也會拍照製作會員證 柯溫哲指出 會用悠遊卡串接健保資料庫 預計七月十五號上線 可以快速檢查有沒有打疫苗 或是快篩 也會利用這個機會 把臺北市重要市場的資料 建立起來 記者 郭才英辰博宇 台北報導